我的那个特勒布兰被盗了 那个软件被盗了 昨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的时候 拿着手机一看 有个人联系我 是一个大学老师 因为那个前大概差不多十天左右吧 还一起吃过饭呢 他说他转发的 因为特勒布兰转发的信息太多了 被限制了 他就帮他验证一下 我想特勒布兰转发多了也会有限制 又不是微信 但是他叫我验证 那我就验证一下子了 那么把那个叫我填我的号码 那么那个信息出去了 然后说把他验证一下就把那个 后来的号被盗了 被盗走了 然后呢 昨天早上还没起床的时候 然后呢 昨天上午呢 我收到两封邮件 我看怎么看怎么奇怪 他说来自日本 他第一个标题用中文写的 你真的是 但是前世是外星人嘛 然后下面用那个 写日文写的 他将用发言软件 然后写成日文 所以 这次收到一封邮件 但接下来收到第二封邮件 因为间隔时间实在太短了 可能间隔时间不到二十分钟吧 又收到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日本那边 他说 他学英语的时候有困难 说问问我怎么学的 我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会问我 而且这两个不同的人 几乎同时出现 当然我相信既然要问我 那我就 帮忙他吧 这里面为什么问我呢 因为我在那Telegram写的那个 写的那个用户名是写的 拼音 就写英文 就是字母 是字母类的 不是中文 中文名 他现在要 这个人呢 感觉要打进中文权 所以今天呢 偷了我的那个用户 偷了我的号以后 然后联系我的里边的用户的时候 他把我的那个英文全部改成中文了 当然改中文的时候 第三个字写出了 字写出了 然后联系到昨天 有人发邮件给我 因为他又一会儿中文一会儿日文嘛 那我回的时候 他说用翻译软件译成中文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中文回答就行了 因为录款上的我又要中文 所以呢 所以呢 他根据 他联系我的时候呢 就是K-U-W-E-R 先生或女士 这样写的 我估计 先生或女士 或者跟别人写也是这样 他事发要知道 我那个拼音变成的那个汉子到底怎么样呢 就这个事 就被盗了 我现在怎么一个解决方案 正在这个时刻 我看到圣悟空 拿着金库棒就出去了 出去了 很快就定没到那个人了 很快定没到那个人 圣悟空啊 拿着金库棒 一旦就乱打 也打他那个手指了 打他手指了 这个一直打他手指 孙悟空 根本来 根本来在那边 打他手指 打他手指 孙悟空打他那个人的手指 打他那个人的手指 这个时候 那咋也出发了 那咋出发了 拿来那个 红文枪吧 刺那个人的眼睛 让他那个手指 打他动不了 动不了了 然后接下来把他那个眼睛看不了了 那就 让他卸菜 好 那知道了 知道了 那其实他够了 好 知道了 他想打进卫性情里面 搞破坏情 不是个性情是那个 特略过来人的情 让人产生恐惧感 解散一些情 知道了 好 知道 好 再见 再见